在2021年全国高考译卷中,一道地理题以世界文化遗产,云南红河原阳哈尼梯田中的阿者科村为背景出题,一个古村落为何能登上全国高考试卷。 近日,记者走进地处云南原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的阿者科村寻找高考答案。 阿者科在哈尼与李亦为华族成片的地方,始建于1855年,隶属于原阳县新街镇爱春村委会,是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遗产区五个生移重点村落之一。 村里更有61栋房子,其中有51栋挂牌传统民居,被认定为原阳县保存最完好的哈尼族建筑群。 据介绍,由于物能收入较低,阿者科在组建空心化,哈尼梯田景观的保持需要持续地进行耕种,一旦气耕现象加剧,就会导致景观消失。 2018年1月,中山大学教授宝季刚及其研究团队应原阳县县委政府邀请,实地调研了包含阿者科村在内的5682家农户,并专门为阿者科村单独编制了阿者科计划。 由地方政府派驻青年住村干部和中山大学派驻住住村研究生,共同住村领导村民成立了村集体旅游公司。 在公司的股权分配上,地方政府出资30%,占股30%,村民以天田、房屋和生活方式入股占股70%,经营利润的30%都存村集体公司运营,70%为村民所有。 阿者科计划实施以来,村民的遗产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开始主动保护耕作的梯田,以及居住的蘑菇房。 村民卢艾文表示,阿者科村自发展乡村旅游以来,环境变好了,生活也变好了。 大晚上很多变化,比如说以前没有看这个的时候呢,家里面也是不是那么富裕,现在也不是富裕,但是挺好的。 比如说去里面嘛,里里外外全部都是垃圾,现在呢,打扫了也是很高兴,设施的比较窄期。 未来把这个项目越来越好,然后呢,我们去里面也希望有这个资许就改变了很多。 三年来,阿者科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据统计,阿者科乡村旅游运营以来,至2021年7月20日, 共接待国内外游客7.4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22万元,总利润74万元,累计分红四次,最多一户分红8440元。 预计年底,阿者科村会进行第五次分红。